三個太太結婚後沒多久 最近都去看醫生 三個好朋友收拾 這個醫生替他們看病已經看了很久了 這算說 他們的美術家庭醫生看了很久了 所以大家都吃食材 那一天這個病人也沒什麼病人 現在醫生就對這個精療食堂走出來 跟這三個太太 為什麼在開槓 醫生說 你三個面積都很好看 看起來應該沒病呢 你到底是怎樣 不是這樣來找我 他中頭一個 那個比較肥肥的 肥軟肥軟肥軟的 他就跟醫生說 小娘 我想要減肥 你減肥 我給你看不清楚 主要大口都是怎樣 介在你自己嘛 對不對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愛吃的人 你外婆就長愛吃對不對 長愛吃 一隻甘在你吃吃吃 當然也會大口 對呀 對呀 我還沒問你說結婚之後 生活什麼樣 你們先生到底是社社會 你們先生 有 大家熟悉那久了 你 你 在 昨天的時候都常常來給我看病 現在結婚之後 你們生活怎樣 你們老公是社什麼 我先不去問 我老公 我老公是社堂 社堂 你看 你看 你整頭上來 你的這個潛意識裡面 都這樣想著吃 所以你夠要算啊算 去算到一個小堂 這就是說 你愛吃甜嘛 要吃糖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心理 你這樣 不像頭上來 整個頭上來 你胃藏裡面 所有生物都想像糖啊 那糖的不然就你心裡有夢了 當然 愛吃糖就會大口啊 嘿嘿 好 這以前來解釋說 他們老公生的糖啊 糖啦 生的糖 你說啊你 整頭上來都在想這個糖 想丁的東西 啊你要減肥 沒才行啦 現在繼續 以前又問第二位啦 問第二位說 你前進生社會啊 你有什麼病 現在第二位這個祖人啊 他就說 哎呦先生 我現在是叫做真太太啦 啊我就想說 這樣吃都不會胖不會胖 想說 不知道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吃肥胖不會啦 啊 你這個祖人啊 我那心理有問題是 你敢不就是 小錢 當然你會小三樓吧 人家我哪有小錢 你計給一個小錢的 啊你就是錢 你敢不只小錢 想到頭上壞去 啊你孫王不知道 你現在選一個小錢的 給你孫王錢錢 呵呵呵 這跟小錢又還有關係啊 啊現在 如果這個醫生 剛才想要問第三位祖人 你敢不懂這個祖人 人家怎麼呢 哦 富蓮甘 麻眉建宵 那幾個建宵 一句話沒說 總這樣快步離開 醫生覺得很奇怪 就問其他 哎 沒有啊 啊你帶來這個 這個太太 是怎麼啦 要他再走 啊現在這兩位祖人就跟這個醫生說 啊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來走啦 不過吼 他剛才我有聽他說他是要來看 幽生背壁的鏡頭啦 嗯啊 既然幽生背壁要來找我看 他也沒看到走 嗯 啊是怎麼會這樣啊 啊 啊你敢知道他的壁多久啊 他吼 他這個結婚後就這樣 皮膚乖乖 可能是喔 嗯 人公對他太好的款 人公對他太好 阿人公洗髮花 人公喔 人公洗乾啦 吼吼吼啊 吼吼吼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這個醫生吼 我看 他關得看壁都是看這個 女人的兒子的壁 也即將穿 有這種的醫生 這也很貼手 女人的壁 都跟他們的生涯有關係 剛才這個悠孫悲痛這個 他們的生涯 所以說 那個主人 怕醫生問他 抱歉 要不看別人 要不讓醫生問到 就說他阿嬤人跟他痠 這是一段笑談 提供給我們的美美鳥的 咕嚕部的聽眾朋友 本理鳥 讓你可以開心 謝謝 謝謝你的收看